人生自是有情吃 观影 才是风雨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蕾电影 1949年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二 第三野战军于4月21日一举突破袭击湖口 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防线 4月23日 占领国民党政治中心南京 宣告了反动派统治的覆灭 同年5月 第一野战军受命向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地区的反动军队发起坠击 彭德怀返回北平 接受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而此时的陕甘宁清新五个省内 仍有着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 以及各地方武装势力 这其中以青海的马步方和宁夏的马洪魁势力最为强大 身处在西安的胡宗南 清楚地意识到 眼下南京大势已去 解放军想要解放大西北 西安必将首当其中 胡宗南当即命令全体士兵向汉中撤退 将西安拱手让给彭德怀 这样一来 必将惊扰青宁二马引发大战 如果彭德怀胜利 胡宗南还能向南继续逃跑 如果两败举张 他就能坐收渔翁之力 5月20日 第一野战军进驻西安城 正式解放西安 眼下的局势正如胡宗南所预料 二马开始坐立不安 但他们向来不合 也只能打起各自的算盘 宁夏的马洪魁一面安抚手下士兵不要开战 一面给蒋委员长指定 状告胡宗南临阵脱逃 又表示自己愿意同马洪魁联手 可前提是二马之间必须分出个大小高低 委员长慎安马洪魁的坐牌 他向来偷奸耍滑 从不冲到前线 所以大西北总指挥官一职 还是交给青海的马洪魁较为妥当 于是委员长命马洪魁为大西北的总指挥官 命马洪魁的儿子马纪元为青海宁夏的总指挥 虽然马洪魁对任命的决定颇为不满 但军令如山他也只能服从 在会议上 马济元提出 彭德怀刚刚入住西安定没站稳脚跟 如果此时清宁两省的大队人马能雷霆出击 必将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 久经沙场的彭德怀命令刚刚从华北军区归入一野的第十八和第十九军团 立刻加快行军速度 务必在战事发生前从太原赶到西安 他初步预测 青宁联合军会在后天发起进攻 而他的增援部队明天下午就能抵达 这一招是马济元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增援部队在赶到西安后 得令奔赴咸阳在城外组建起了第一道狙击敌人的防线 6月11日 咸阳阻击战正式打响 在消灭了大批敌人后 彭德怀又命主力部队向后撤退 以便诱敌深入 马济元健壮误以为一野已经溃败 想要乘胜追击 便命令青马部队越过宁马防线直接进攻咸阳 6月12日 马济元的三个骑兵团发起了集团性进攻 他们骑着战马手持掌刀 在炮弹的配合下直冲成下 但即便武器精良 气势十足 却还是被一野战士先后击退五次 消灭两百余人 在另一处战场上 青马的三个步兵师被一野的一个连队 以九枚手雷击退 6月13日凌晨 十八兵团主力部队从西安赶至咸阳 配合要把夭师向青马发起全线反击 青马节节败退 至14日上午 前沿阵地全部收复 宁马见识不妙 在一野主力部队赶到时 带领剩余士兵向后撤退了50公里 如今二马高度紧张 兵力分散难以剿灭 而胡宗南的五个军兵力集中全都聚在了一起 这就犯了兵家大忌 彭德怀提出 如果先攻青宁二马 胡宗南可以往南逃 这就会给即将进入西南的刘邓大军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如果先攻打胡宗南 便可瓮中捉鳖 用三个兵团包围胡宗南的五个军 再用剩下的一个兵团牵制住二马 7月10日 第一野战军兵分三路 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 许光达率领的第二兵团 周氏帝率领的第18兵团 同时向胡宗南的军队进行炮击 胡宗南措手不及 手下的士兵们更是由盔弃甲 纷纷向西边的罗举阵逃跑 然而历经一夜 75公里的激进军 等候在这里的第二兵团 重将士早已按捺不住了 刚刚见到敌军冒头就直接开打 敌军见状只好又往回跑 可他们的总司令李震却下了死命令 要求大家必须攻下罗区阵和煤线火车站 打通去往宝基的一夜防线 若有退缩一律就地枪决 从交火到肉搏 敌军残余全部被困在了卫河之上 带到一野三个兵团的战士全部会合后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坐以待毙 经次一战 胡宗南损失四个军 这使得清宁二马惶恐不及 为了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由严锡山主持 胡宗南 马不芳 马洪奎等人 参与的西北联防会议展开了 会议上 严锡山提出先下手为强的战略 主动找一野决战 清宁二马听后 假意握手烟壳 胡宗南也表示 只要清宁二马去往前线作战 自己在关键时刻 也会派出飞机支援 就此兰州决战计划部署完成 但会议结束后 马洪奎却带着儿子率先跑路 连夜飞往银川 马不芳得知消息后 气恼不已 却又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 彭德怀看着作战图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歼灭清宁二马该从何处打起 如今二马归朝各回各家 到底该先到谁呢 打宁马 清马 可防可退 打清马 宁马 也同样可防可退 经过反复思虑 彭德怀认定 兰州是关键区域 于是 一野重将士开始向兰州行进 抵达目的地后 作战部署即将展开 第一兵团迂回敌后 切断敌军退路 第二兵团向城南承西进攻 并向东包围敌军 第十九兵团向城东发起进攻 第十八兵团在宝基天水地区牵制湖宗南 同时 南山阵地驻扎着敌军精锐 将由约五万人的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把守 八月二十一日 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向南山阵地发起了进攻 但由于准备不充分 短短两日的激战就让他们伤亡惨重 彭德怀当即决定停止各部队进攻 进行了三天的重新调整 随后的八月二十五日 树门大炮被抬上山 对南山的进攻也再次开始 经过纪回合的交战 敌军的火力被完全压制 一野战士们发起了冲锋 这让马纪元慌了神 地级将燃烧的汽油桶抛向山脚 煞事间 整座山峰沦为一片火海 不少一野战士壮烈牺牲 但剩余的队友却不曾放弃 他们扔掉了无法补给的枪炮 手持长刀向前方冲去 这场战斗从扶晓打到了皇军 终于将南山阵地攻下 八月二十六日 第二兵团攻占兰州城西 并抢占城北铁桥 切断了马不方部队的退路 继而攻入城内 与守军展开巷战 终于解放了兰州 而马不方父子则于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相继逃亡广州 马洪奎也至始至终没有派兵支援 只在得知兰州失守后 举家逃亡美国 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和平解放 至此 解放大西北任务全面胜利 《大禁军解放大西北》 由韦林玉指导上映于1997年 系列电影《大禁军》由四部组成 分别是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尖 席卷大西南大战宁护航 影片用苍凉的笔调刻画出了 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 横刀立马 傲视顽底的英雄气概 在他的指挥下 解放军禁军荒凉贫穷大西北 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史实 同时也把西北最大的战役 兰州战役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 而影片中的那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横纵奔驰 谁敢横刀立马 为我彭大将军 更是让观者热血沸腾 《大禁电影》 带你看尽光影岁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